各位你好 我是心宅 一念不生 蔓延放下 冬至故宮藏話裏面的圍爐煮茶 燭爐湯廢火初紅 天時人事日相吹 冬至陽生春又來 冬至是進入隆冬的標誌 在這個月發寒冷的節氣裏面 約三兩好友圍爐煮茶 是最合適不過的 既暖身又為清冷的生活環境 增添幾分情治和雅趣 圍爐煮茶古兒有之 蘇東波友紅培淺歐心火活 龍團小展鬥情槍之巨 到淚私有寒夜客來茶當酒 燭爐湯廢火初紅 尋常一釀槍前月 才有梅花便不同 在古代的書畫裏面 亦有不少圍爐煮茶的佳作 好似宋代劉松年的 臉茶圖、茶閃、晶池茶棧 朱漆茶託、代母茶抹盒等一釀不樂 卓前風怒、爐火正志 相知提良福宵煮廢水 明堂顯品茶俗 主人在於岸前讀書 一同遵於屋角 煽火煮泉 聽雲澎 欲泉煮茶同俗 是他的晚年創作的功筆精細畫作 畫中唐代明示 勞同木不轉精地注視著火上的茶露 全神貫注的神情 被刻畫得細緻入來 藉此寒冬節令 疏離了故宮博物院和台北 故宮博物館裏面 畫中的圍爐煮茶 以響讀者 這幅就是劉松年 簾茶圖族 簾茶圖的局部 劉松年活動於1174至1224年 浙江前唐人 南宋孝宗至李宗年家 公職畫院 畫中呈現的是宋代點茶法 左畫面 賄兩侍者 被茶一人誇葬矮姬 手推茶摸 簾茶 邊上至中製茶素和 忽末各一 以忽聚茶末 另一個人則立於桌邊 左持茶盞 右側茶瓶 正在點茶 茶桌上至茶閃 清池茶棧 朱漆 茶托 代母茶抹盒等 卓前風龍 爐火正至 上至提糧 福宵煮 廢水 一幅是宋徽宗 文匯圖 俗 宋徽宗 1082至1135 聖趙明吉 聖浩書畫 粉腹極高 山水花鳥人物 莫筆筆挺壽 雅韻而人 這幅是宋徽宗裏的局部 一幅描繪 池邊大樹之下 一群民事證據案隱然 前方有銅簿 在一個小桌上被查 其中一人手持長柄根 自查冠 著取查末 原用的是堂末以來性行的點查法 人物皆神情雅盡 依袖挺徑生動 足數據用相勾 筆筆勢敬如鋼針攜貼 必盡全力 通腹筆跡繁世千絲萬縷 而無一鞋筆 蓋極精妙之能是矣 這個畫庭台 戲劇描繪得極為華美 有別於五代文匯圖簡單的背景 不送的文匯圖 圖系至於原理的花園場景之中 由此亦反映出 不送圓林的發達 這個圖 右上須有揮鐘提絲 左中有它的畫額 左上另有蔡經提絲 但據熟可疑 應是畫園中名手之作 這幅是宋代潛選款 滑爐和攀查圖秀 一個就是局部 潛選至信舉 浩玉譚 浙江不興人 為宋代末元初的著名畫家 這幅畫設色名言 筆畫精細 畫中的茶器 以朱黎而興茶壺煮茶 是明代中期以後的茶葉炮發 畫中三個人一線火攀茶 爐上至丹病戶 旁至一雙陳 朱黎提亮戶 正面白衣民示衛 唐代詩人勞同 795至835 身旁擺放三竹朱黎茶壺 八尺茶歐 朱七茶託 書畫賊等 反映出文人相聚 品名論書的隱日生活 這一幅就是 宋劉松年款 豆茶圖 這個是局部 這個是局部 宋代是 極講究茶道的時代 尚起皇帝夏至士大夫 無筆耗此 宋徽宗趙吉讚大觀茶論 蔡商讚茶綠 黃宇讚粉茶要錄 一些文人雅士 更流行鬥茶和生活情緒 宋代鬥茶之風 極盛本福有明代官員 書畫家 泛滾臨1558至1641年 行書提拔鬥茶歌 這幅是明代文精明 品茶陶俗 這是他的局部 文精明出生文人世家 一生大多優柔山林 追求自然 作品多為生活寫照 一生是茶 曾自慰 吾生不飲酒 亦自得冥醉 他以茶入詩、入畫、入書法 馬中所表現的文人品茶 亦頗具代表性 這一幅是和有人粉絕 與前茶的場景 環境優雅的草堂中 兩人對座品名清潭 比上至茶壺茶碗 唐外一人正過橋 走來 大廟內一桶煽火煮茶 準備茶試 一場小型的文人茶會即將展開 這一幅是唐顯明代品茶 唐顯1470至1523至白虎 江蘇吾怨人 沈州文精明 仇嬰 同被譽為明四大家 這一幅和東日文人讀書品茶景象 岸林中草屋三營 主人座於岸前讀書 一同遵於屋角煽火煮泉 側屋基相至茶烏魚、茶歐等 整體呈現文人悠閒的山居生活 品茶圖為乾隆皇帝 被陳設於河山盤 山靜姬山莊、千石雪、茶舍的碧上之真 馬上書有乾隆每次駐筆的提詩 和靜姬山莊的乾人 這一幅是明代丁雲鵬 玉川主茶圖族 明代丁雲鵬玉川主茶圖族 靜姬東日為信之先生 範譬寫static刑 審書容印、百文印、尹初審定諸文印 任子惠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年 途中描繪出唐代明氏勞童主查的情景 是丁雲鵬晚年創作的功筆精細畫作 奴童七九六至八三五祭園人祖籍泛陽 河北杜州早年隱居兆室山 致號玉川寺後移居洛陽衣民巨街 吳作月舍詩以次時政得到韓語的稱讚 聖號飲茶作茶歌中聚多其境 畫面上的奴童身穿便服頭戴薄筋 手持乳腺單腿盤於花椒前清石上 背後怪石淪迅收足壁錄 兩名博人在旁事後 屠龍目不轉睛地注視著火上的茶爐 全神貫注的神情被黑惑得細緻入眉 畫面的花竹花椒筆筆刻滑工整 像怪石的陰陽文理交代清晰 複色清淡冷盡 充趣欲敵的優雅氣氛直撲人面 人物依民則用飄灑筆群的高股 游絲苗或是清遠細境的鐵絲苗 以區別不同的質地的醫療 顯示出寡家別具象深之處 文圖的繪畫技巧 變化多樣而風格基調統一 人物神情生動 樹石生動撲撲 不法如行雲流水超然出眾 這幅是明代黃蜜主茶圖卷 黃蜜1497年至1576年至紫玉 公蘇毛石人年代中期文人畫家 這卷畫於嘉靖37年1558年 純以線條作 左面主人於竹路前聚精 會神地協探攀茶 路上至提涼茶壺 對面文人剪卷輝浩 壯至如月 直上備有筆、顯、香爐、書卷等 整體呈現文人相聚 論書品名 尼曼書香 茶香的青雅 悠閒生活 這就是晚明茶話中常見的題材 這幅是清代 印真行樂圖冊 維勞觀書葉 這幅是第十六開冊葉之一 畫面描繪、印真、雍親王身著 漢族文人服飾、手攀、書冊、專心閱讀 足下是熱氣騰騰的火爐 畫中引人注目的是左側的多寶貴 內置文人雅士喜歡的古代儀器 真本書籍和字畫手卷 在這個可以見到主人公高雅的情趣 畫面有側的茶具 食盒等暗示了 印真、此時安息、重行的態度 隔門外營漢綻放的梅花 不顯示了主人不凡的品位 也反襯出小戀國內的溫暖 樹成圖工整精細、色彩名麗 立意十分別致 這幅正契合了《月深集》 卷以羅大經之山居敘事的異景 雪滿中庭、月滿中庭 一爐重火、暖騰騰 看霸衣書、又看彈書 從這一幅可以看出 印真對雅士行居生活的響往 和他青雅典雅的審美情趣 謝謝大家收聽 我是深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大家喜歡的話 請記得點讚、分享和訂閱全部 拜拜